早晨 今天是10月17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博威环球证券 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跟我谈牌运 陪你一起开市 Hermas 今早大事是什么 明天中国会公布三头马车的数据 我们也会做过前瞻的分析 另外近日港股升股市场开始回乱 我们也会看看相关的股份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相关的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 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向上 尾巴战争有望降温 刺激美股向上 报道指 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到访以色列 市场憧憬战事受控 避险情绪略为降温 美股星期一显著做好 道指高开162点后 一度升418点 售市升314点 收报33984点 升幅0.9% 标指升超过1% 升45点收市 收报4373点 纳指升160点 升幅1.2% 收报13567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向上 升0.3% 欧洲股市普遍做好 看看招点美股方面 Amazon和Meta升超过2% Google和Tesla都升过1% 苹果一度跌1.3% 报告指 内地iPhone的销售欠佳 收市跌过来收窄 瑜伽服饰生产商Lululemon获纳入标指成份股 刺激股价急升1成 另外英超球会曼联股价急跌1成 市传卡塔尔财团退出镜头 拖累股价表赢 2月拓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格科网股ADR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普遍向上 京东美股升2% 加本港上日收市高出4% 美团比本港高2% 折合116.29 网易、腾讯和阿里都比本港收市高1% 港監所和汇控都比本港收市高超过1% 港監所折合292元 汇控折合62.68 看看亚太区股市最新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升超过500点 升1.6% 最新报32,183点 首亿综合指数升17点 悉尼普通股指数升47点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未跌1点 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刻期 早段升超过200点 恒指达17,800点左右 与昨天的水位差不多 于是港股大概高200多点左右 稍后对完盘会跟大家跟进 不过留意 如果刚才是黑旗17,800点 上升20天线的恒指数升至20天线 稍后对原本再和大家谈谈 现在和Thomas谈谈外围的情况 以巴格局势持续了 有少许更新的 如果详细的内容可以看我们经济报的网站 现在是美国国务博博外团 继续在中东断选 美国总统拜登取消了前往科罗拉多州 参加国家安全会议 将会到访以色列 美国财长耶伦所说明 美国能够承受两场战争 对于目前世界的局势 桥水基金的创办人达里奥评估 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激烈冲突 令世界大战的爆发机率 由两年前大概是30%左右 现在已经上到50%的水平 另外 也没博士称号的经济学家 努宾尼警告 金融市场其实现在是低估了 目前整个中东地区发生大规模冲突的风险 他说到其中一个坏的情况 伊朗和黎巴嫩都卷入在今次的战争当中 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就可能发生冲突 如果这个情况真的出现的话 海湾地区的石油供应就会中断 油价会飙升 构成一个滞胀的冲击 对各国央行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夹晚美股因为战事稍微舒缓而向上 油价也有所回落 美股第四个走势 Thomas 你又如何评估 是会受到战事和息口的走势 会如何左右着美股的去向呢 你评估 现在市场去看 以色列的军备或战力都比较强 我想市场会估战事有机会是一个短暂 来到去就已经可以解决到这个状况 所以我认为今个月就会比较关注一些 如果都符合市场预期 真的可以在今个月内就已经是将战事来平息的时候 我想就对于整体环球股市 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反财 但是如果预期有出入的时候 就会类似俄污战争的情况 就是由一个短暂的战争 演变成一个比较长期进行的时候 我想就会影响环球股市的表现 所以暂时不确定性相对都会比较高一点 而且现在的局势上是属于种族方面的战争 但是亦都要留意哈马斯那边 亦都有很多穆斯林的教徒 而穆斯林的教徒不单止在中东地区 亦都在不少的西方国家 亦都有一些集结的团体 所以如果处理得不好的时候 有机会有一个种族的冲突 就演变成为一个宗教的冲突的时候 可能后来来说影响性会比较大一点 暂时去看的时候 市场对于美股稍微乐观 倒指暂时预计来说 可能会逐步可以看回34,500点的水平 但是这个前提就是 尾巴的冲突是要今个月解决 才可以靠着34,500点 甚麦芙再次重新挑战35,000点 但是如果是同市场预期有一个出入的时候 可能又会变成一个横行的格局 现阶段去看如果去买这个美股的时候 可能少注射水温就会比较安全 好,我们先看看上日的港股走势 恒生指数连跌第二个交易日 恒指昨天低开10点之后 中段一度度升44点 下午受到内地股市的拖累 最多跌211点 收市跌173点 收报17,640点 跌幅0.97% 国指跌66点 收报6049点 跌1.1% 货指跌1.7% 跌68点 报3811点 大市全日成交737亿 好,看看北水盘路 北水是连续第二天 录得正流入 金额是406,000亿 盈富基金录得最多北水正流入 金额有14亿 美团有4.3亿 建行有3.7亿 一起看看正流出方面 中海有2亿1千万的北水正流出 小鹏汽车和中心 都大约有1亿元的北水正流出 好,我们看看港股情况 和Thomas谈论一下 昨天就看到大市向下 其实上星期未开始 都会看到有不同的消息 譬如说 汇金增持内人的A股 和内地收紧的借货固空 但看到就未能有效刺激中港股市 恒指昨天再度跌穿20天线 市场观望星期三 内地公布的GDP 市场预期会增长 第三季的GDP 就是按年上升4.4% 第二季的增幅是6.3% 第一季是4.5% 升幅下跌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去年第二季上海封城 有一个低技术效应 所以预期第三季的 按年升幅不及第二季 明天也会公布三头马车数据 由于9月份的PMI 即是采购经理指数 仍然处于一个收缩的状态 市场预料 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 按年升4.3% 比8月份有所回落 还有目前市场预测 零售销售 亦会比上个月有所回落 上个月的数据 就是上升4.6% 最新数据的预测就是4.5% 好 Thomas 你会如何预视今次的数据 会如何左右大市 会不会再出现坏消息当好消息炒 如果差数据 就令市场再憧憬 有更大力的措施出台 还有10月底也有些中央的工作会议 会不会预期就是 出完三头马车数据之后 会有一些更大力度的措施出台 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预期 其实上个星期三晚的时候 市场留意得到中央汇金 去施资买入了四大国有银行的A股 所以令到上个星期四的港股做好 但是升了一天之后 星期五就出现一个明显的跌市 甚至是跌幅 还要比星期四的升幅大 当日来说 早上公布了CPI和PPI 本来市场看得比较乐观 但出来的结果发现原来 两项数据都比市场差 令市场对中国的通缩忧虑升温了 所以明天公布三头马车数据时 市场现在看得没那么乐观 工业的增加值和零售的销售数据 都比8月份的数据稍微差一点 只顾头才有机会是一个持平的状况 以一个比较保守的预期来看的时候 市场的观望气氛相对比较浓厚一点 当然如果说符合市场预期 我觉得倾向对于港股来说 就会有一个靠稳的作用 未必会是带动到一个升 因为刚才也说到 预期都是跌了的 不会是有一个很大的对港股刺激作用 但是如果在一个低期望的状况下 都进一步是差个市场预期 就要有个心理准备 港股的沽压方面会比较明显一点 过去的五个交易日 头三天就是连升的 接着最近两个交易日 就是跌市的状况 上星期五和昨天的状况 五天的表现上来说波幅比较大 但是如果从阴阳触图来看 五天都是出任逐的 即是说不论升或跌 都反映了有不少投资者 都是辜货 反映对后市的前景方面 都是看得比较保守一些 或者倾向偏淡一些 所以我想今天的关注点 就留意恒指是否真的可以 期稳到在17,800点之上来收市 如果有机会可以再进一步 就看18,000点 如果不能够乘着昨天美股的势 来显著上升的话 倾向有个心理准备 可能就要逐步挤回去 17,500点才有个支持 暂时去看港股的方向都不明确